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伙 它堪称挖掘机中的战斗机 它就是由中国太原重工制造的矿山用电厂挖掘机 WK-55 WK-55整车自重1400吨 相当于70节火车皮加在一起的总重量 高22米相当于7层楼高 但是履带就有2米多高 斗容55立方米 斗容量甚至可以装下200人 这么说吧 每台WK-55一年挖掘的土方量 可以将杭州西湖填平 不要问它多少钱 除非你家里有矿 之前专门集团就花费了1.04亿元 购置了一台WK-55 于2020年6月份 在内蒙古黑代沟露天煤矿正式下坑服役 此外 在内蒙古哈尔乌素露天煤矿 也有着它的声音 上世纪挖掘机还严重依赖进口 现如今自主技术已经出口全球 并站在的世界之间 这些令国人骄傲的国产机械 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关注我 为大国重创